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派三叔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 周建龙演播 梁师爷认为这棵青铜树有可能是伤周左右的东西 这和来之前老头子给我说的很接近 不过伤周左右 伤就是六百多年 周五百二十二年 加起来一千一百多年 左右一下 加上个下四百多年 几乎就占了整个中国有历史记载的一半 这个判断等于没说呀 我问他 能不能精确点 能不能看出到底是伤周哪一段的 梁师爷摊了摊手 说没办法 这东西肉眼看不出来 在下只能给你猜了 你看 铜绣偏黑灰 可能是西青铜 千兮青铜和千青铜中的一种 西周的可能性最大 大概能有五成吧 另五成我就说不出来了 你也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规矩 我知道这些已经不错了 再往身里讲 在下只能瞎掰了 做古董这一行啊 在朝代上有一条分界线 大量的古董都是宋以后出的 唐以前的东西少 商周更是干脆就几乎没有 业内对于这种东西的认识不多 梁师爷的确算是不错了 比我强多了 我听他说了这么多 仍然没什么概念 那就按照西周吧 您能不能给判断一下 西周的青铜公益水准 理论上能不能 注出这种东西来呢 这个问题我更回答不了了 我只知道那时候青铜器啊 要先做逃犯 什么叫逃犯呢 逃犯就是逃制的模具 理论上说呀 只要能做出模具来 就有可能注出成品 不过这东西太大了 恐怕用传统工艺 是做不出来的 老仰问他 诶 诶 师爷 你说这东西会不会是 是什么史前文明的遗迹啊 诶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有些几亿年前的煤矿里 还挖到铁钉呢 这东西这么大 那时候的人估计做不出来吧 梁师爷摇了摇头 两位小太爷 这我还真觉得不一定 公元前一千年 到公元元年左右 历史上叫做奇迹时代 很多不可能的东西 都是那时候建造出来的 像长城 金字塔 秦始皇陵 八别塔 你要说这一根青铜树 不可能住出来 那也很难说呀 毕竟那时候咱们的老祖宗 已经会住青铜器了 皇帝一生令下 厦门人蒙头苦干 用上个几十年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梁师爷说的有点道理 不过当时也今夜低下 有这么多的青铜可以利用吗 秦始皇收天下之兵 才铸造了十二金人 这一棵树恐怕 能铸上上百个了 这么多的青铜 是哪里来的呢 我想来想去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倒是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我们在偷听李琵琶说话的时候 听到他说过 这个古墓里的东西比秦始皇陵还好 可我们一路下来 也没看见什么好东西 这里也到头了 要说好处 就是这棵铜树了 可我们又不是收破烂的 虽说这棵树也够一千个收破烂的忙活一辈子 他在和睦级上一定写了什么东西 能够吸引他到这里来 他这种人宝贝剑多了 能让他说那种话的 这东西肯定非同小可 可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呢 照理啊 这里应该是整个古墓或者神迹的中心了 要有好东西也应该在这附近 可是除了这棵树 这里肯定没有任何东西 是李琵琶这种人看得上眼的了 等等 树 我想着忽然灵光一闪 抬头看了看头顶 心说 会不会吸引他来的东西是藏在这棵树的顶上呢 这种巨大的青铜树 对于古时候蛇国的先民来说 无疑是极其浩大的工程 可以说是神迹 难保他们的王 不会把自己的灵墓 设在他们认为最靠近神的地方 那如果这的确是一个古墓的话 墓主人的棺果 也应该在青铜树上 所有的名气 也应该在这上面 我把我的想法和其他两个人一说 他们都觉得有道理 我问他们 那既然这样 要不要爬上去看一看呢 老仰当然是同意的 都到这份上了 爬几步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上面这么多棍 和爬楼梯似的 不用用石多大力气 我也不介意爬上一段 只是梁师爷刚刚给火烤了 又体力透支 再让他上树 恐怕他这条小命就交掉了 要是瘫在不上不下的地方 我们还得照顾他 实在没这个闲力气 我转过头去 想对他说呀 要不在下面等着我们 我们两个上去就行了 却看见梁师爷用力揉了揉脸 然后一拍我 没事 最后一关 怎么也要上去看看 我看他眼神坚决 知道是劝不动 无需做无用的尝试 于是将背包扎紧 举起活把 那咱们就继续 老杨戴上包里的手套 当下第一个踩着铜树的枝丫 开始攀爬 我和梁师爷也学他的样子 跟在后面 跟着他落脚的顺序 一路向上 上面的枝丫不紧不密 爬起来相当顺手 老杨一边爬 一边提醒我们 注意下一步的动作 不要大意踩空了 贴着青铜的树臂 我看得更加清楚 这些伸展出来的树枝 都是与这根躯干同时筑出来的 接口处完美无瑕 没有一丝的断痕 不过 让我觉得意外的是 上面的双身蛇之间的缝隙很深 似乎一直磕到躯干的深处 我都看不到 雕刻沟里面有什么 因为太过在意动作 我们很快汗流甲背 气喘如牛 我向下望去 发现看不到底上的坑 只能看到门边上的火坛 微弱的光芒 这么点高度 看上去 却是无底的深渊 爬了一会儿 梁师爷就体力不支了 我招呼老杨停了下来 打了个手势 让他别急 让梁师爷休息一下 梁师爷如获大赦 一下子就蹲了下来 他累得够腔 汗都是淡的 脚颤着悠悠 几乎都站不稳了 我坐在枝崖上 双脚荡在半空 也很不踏实 根本没办法很好地休息 老杨看我们太紧张了 把干粮丢给我们 让我们嘴里嚼着 他对我们说 你们这个样子可不行啊 这上面还有百十来米呢 就这个体力 没准我们得在树上 树上过一夜了 要不老吴 你给咱们讲个昏段子 放松一下 我累得都不想说话了 于是骂道 这 你就不累啊 你看你小腿哆嗦的 要说昏段子自己说去 老子没这个力气 老杨咬了一口玉笔饼子 我讲就我讲 不过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老吴 你说咱们发现了这东西 要是通知政府 能不能用咱们的名字命名呢 我对这个 倒真是一点都不知道 转头看梁师爷 梁师爷喘着气摆了摆手 这位养爷 你有没有听过 有什么东西叫做 王二麻子方顶 赵土根三角菇的 历来国宝的发现人呢 都是农民啊和建筑工人 你要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那就有趣了 咱们也不是歧视 劳动人民的意思 不过中国人的名字 不像老外 直接拿来用 你不觉得寒得慌吗 老杨想了想 觉得有点道理 又问 那至少 也给我个命名权 对吧 那个谁 发现的岛屿 不都是 可以由第一发现者 命名的吗 那好像 是有这个规定 不过 我还真没去研究过 我问老杨 干啥问这些啊 你钱都没搞利落呢 还想名利双收啊 你也不想想 一个人没事能找到这种地方来吗 你干什么的 还不是一目了然吗 哎 我 我是觉得这 这玩意儿挺挺有意思的 你说这么大根 捅筑子 给 给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你 你们也给想想啊 以后咱们吹起牛来 也好捅 捅一口径 我这时候啊 不想再动这些无聊的念头 算你第一个发现 该拟取 我没你这么有心情 老杨看了 看上面 哎 哎 我一 一看到这东西啊 脑子里就闪出一个词 哎 你看 这 这一根柱子叫 叫 我爱一条柴 怎么样 我没好气的说 你 你是不是没营养的片子看多了啊 你爱一条柴 起这个名字 信不信出去 能有雷劈你 老杨当下一笑 梁师爷也乐得直摇头 这一笑间呢 人总算是放松了下来 我们吃完之后 力气恢复了不少 老杨就催促着 继续赶路 我抬起脚刚想走 忽然发现 底下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 仔细一看 哎 门边上的火坛子 怎么灭了 老杨也皱了皱眉头 哎 该 该不会是 给这里的风吹熄了吧 我摇了摇头 说不会啊 这火坛子火头这么大 比我做的那个 不知道专业多少倍 不可能给风吹熄灭了 下面该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吧 正想着呢 忽然整颗铜树 轻微的震动了一下 好像给什么撞了一下 梁师爷吸了一口凉气 忙问怎么回事 老杨对我们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然后把手做成喇叭状 贴在了铜壁上 一听之下 脸色大变 对我们轻声说 他 他娘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 上来了 我心里一紧 想到了太书 我们从瀑布上冲下来之后啊 就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 难道现在已经跟过来了 一想之下 又不对 外面火龙阵 一时半会儿熄灭不了啊 墓室也塌了 他们应该过不来啊 再说了 要爬上来 那就得有照明的工具啊 下面的火把熄灭了 又没手电筒的光点 他们没理由摸盒上来啊 那上来的 到底是什么呢 想到这里 我就冒上冷汗了 我们现在凌空不过十几米 活动的空间有限 不好做太大的动作 真要是遇上什么离奇的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啊 老杨给我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 要不先下手围墙 冲下去看看 我摆了摆手 让他冷静 现在 敌暗我明 绝对不能莽撞 要真是太初 他们摸黑上来 下去一个照面 免不了是一番恶战 子弹不长眼睛 这么近的距离 说不定就会两败俱伤啊 想到这儿 我心里一转 有了个计划 当下取下自己的皮带 将火把绑在一根枝下上 然后招呼老杨和梁师爷 躲进火把照不到的黑暗里 下面人看我们 只能看到我们的火把光线 如此一来 我们也引入到黑暗之中 反而可以反客为主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三个人各自屏住呼吸 用手做成听筒 贴在铜壁上 可以感觉到一种 很轻微的颤动声 正在由远而近 频率又乱又快 好像有很多人 不停地在用指甲 挠着铜树上的纹路 我听着越发觉得不妙 太叔他们只有两个人 恐怕无法可以发出 如此密集的声音来 难不成 是耗子跟进来了 我心里后悔 刚才没有好好处理那个盗洞 暗骂了一声 将拍子聊也交到右手上 站在我上面的老杨 也子弹上膛 两个人准备随时爆起发难 来者行动非常迅速 毫不犹豫 转眼已经来到我们身下 只是还没进入火把的照明范围 我只能隐喻看到几个模糊的影子 似乎是人 又似乎不是 我紧张的手气冒汗 精神高度集中 这几秒钟啊 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 突然间 最下面老杨的脸色变得极端惊恐 大叫一声 我靠 上 上 快上去 不等他说完 梁师爷似乎也看到了什么 发出了一声非常凄凉的惊叫 两个人见了鬼一样的 向上飞快地逃去 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下意识地往下一望 发现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正在蠕动 却看不清楚 老杨看我不动 大叫了一声 老我 你 你 你 他把他傻 傻站在那里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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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他的脸色极度的苍白 心里打了个寒颤 也顾不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拔出火把 咬紧了牙关 就跟了上去 我给老杨他们的表情感染 心里紧张得要命 又不知道爬上来的到底是什么 越爬越觉得浑身发凉 越凉 就爬得越快 最后完全陷入到一种疯狂的状态中了 只觉得头皮发麻 浑身僵硬 脑子里只想着跟在他们后面 其他什么都顾不上 足爬了半支烟的功夫 前面的梁师爷终于停了下来 我爬到他身边 发现他不是不想爬了 是实在爬不动 脸上毫无血色 整个人已经到了极限了 他汗如雨下 看我还要向上 竟然一把抱住我的腿 等 等一下 别 别丢下我 我 我只歇一下 就和你一起吧 我给他拉的一停 只觉得腿一软 竟然也使不上力气了 不听使唤的开始发起抖来 刚才游泳 攀悬崖 都是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下 做出的高强度运动 肌肉早就不堪重负了 现在又是一路极其耗费体力的爬高 没意识到还好 人一停下来 这肌肉马上就失去控制 就算咬紧牙关也没什么办法 我心急如焚 却无处发力 往上一看 黑漆漆的不知道还有多够 不由的 这心里就发寒 心说这样爬 要爬到猴年马月去 就算爬到了顶又能如何呢 还不是一场大战吗 到时候体力更差 说不定连枪都举不起来了 想到这里 我把心一横 顺手将火把递给了梁师爷 同时甩出拍子辽 对着下面 爬个屁 他妈的老子也爬不动了 算了 管他娘的是什么 和他们拼了 梁师爷听我这么说 脸孔都扭曲了起来 几乎就要晕倒 从青铜树上摔下去 我赶紧将他扶住 四处一望 发现老杨不知道哪儿去了 老杨呢 刚才是在我们上面 还是在下面 梁师爷连说话的力气 都已经没有了 摆了摆手 指了指下面 我记得刚才爬的时候 我们一路狂奔 老杨看我拿着火把 为了给我垫后 的确让我甩在下头了 急忙让梁师爷将火把探下去查看 这一照之下 却几乎把我的魂魄给吓飞了 只见下面的黑暗中 有一个人像猴子一样 趴在青铜树上 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这个人的脸 足有普通人的一个半 五官犹如石头雕刻的一般 一点人气都没有 梁师爷把火把探下去的时候 他忽然向后缩了一下 似乎忌讳靠近火焰 然而同时 他的脸上却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极端的鬼 我看到这张脸心里打了个哆嗦 心说 老杨在我们下边 现在不见了踪影 难不成已经遭殃了 但随即想到若是已经遇难 他有手枪在手啊 怎么样也要开上几枪啊 没有听到声音 或许是在下面躲起来 梁师爷看到这张脸魂飞魄散 跪叫了一声向上飞快的逃去 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回头再看下面 猛然发现那张怪异的巨脸 已经贴了上来 几乎就到了我的脚下了 刚才远远看还好 现在一下子离得如此劲 只见整张脸在我脚边凝笑 出其不意之间如何不慌 我条件反射般的 甩手就是一枪 就听砰的一声巨响 拍子聊吐出一条火蛇 正中巨脸的面门 很重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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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